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司徒 后期 阿明 第207集 凤王后裔 皇上 快救人哪 脑中浮现出高元昊奄奄一息的样子 又见到高麟诺居然完全没有放人的意思 狼皇后简直快要急疯了 无论如何 元昊的命最重要 要处决处寒症 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 高麟诺咬了咬牙 元昊重病不是由他医照料吗 皇后去找他们 找过了 找过了 臣妾全都找过了 兰皇后不停地哭喊着 眼泪早已流了满脸 可是他们全都束手无策 元昊眼看就要 若非走投无路 臣妾又怎会如此冒失地闯进来 皇上 快救救元昊吧 他真的快不行了 高麟诺眼中浮现出明显的矛盾和挣扎 一边是亲生儿子 一边是乌马帝国的江山 孰轻孰众虽然一目了然 但要他眼睁睁地看着高元昊一命呜呼 却是无论如何不忍心 这 大祭祀 他猛然回头 眼睛居然有些赤红 若让楚寒征回去救人之后才带回来 是否来得及 林苍月敏春 突然淡淡地笑了笑 来不来得及 姑且不论 楚寒征既然知道他自己必死 皇上以为他会答应 不错 朕也是这个意思 高麟诺咬了咬牙 不得不狠下心来 皇后 不是朕不答应 而是楚寒中谋逆作乱 他怎会救元昊呢 你 还是回去找太医 皇上 太医救不了元昊 臣妾也是走投无路了呀 万料不到 他居然打算见死不救 兰皇后又惊又怒 却又不敢发作 只得拼命痛哭哀求 皇上 元昊可是您的亲生儿子 又是乌马帝国的太子 更是臣妾唯一的希望 他若是出了事 人家可怎么活 求皇上救救元昊 高麟诺一阵心烦意乱 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起来 朕不是说了吗 并非不肯救 楚寒中乃奉后后义 与乌马帝国有不公代天之称 他怎会好心就元昊 什么 皇后后义 这 这怎么可能 蓝皇后 蓝皇后直接傻掉 半闪回不过神来 这 这 这 玉林军守卫之下的行程 原本一片肃静 尽管满星好奇惊异 围观百姓 却无人敢交头接耳 甚至大气不敢出 生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就在此时 变故突然发生 人群中不知是谁 突然抬手一指 跟着发出了一声惊呼 快看 有人飞起来了 话音未落 七道人影已从天而降 仿佛天神一般 轻飘飘地落在了场中 这七人巨斗一身黑衣 浑身上下没有丝毫杂色 却说不出的潇洒俊逸 震撼人心 当仙一人面容精致精盈 仿佛中天地之灵袖 即日月之精华 高贵优雅 偏然欲仙 不是明动天下的宁王 蓝叶云是谁 在他身后 沈醉欢 东陵陵峰 玉宁谋 白绍峰 荣玉朗 苍莫六人 呈扇形排开 仿佛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牢牢地将蓝叶云 护在了中间 尽管只有七个人 那股瞬间扑面而来的气势 却是无与伦比 满场数以万计的玉林军 竟不自觉地色缩了一下 眼中透出本能的 惊惧和敬畏 宁王 这就是宁王 普天之下 再无第二个的宁王 尽管也被蓝叶云的气质与气势 压得气息一致 高灵诺的眼中 却有着明显的失望 蓝叶云 为什么不是被召唤而来的 凤王后裔 虽然这个人也必须死 但是当务之急 还不是除掉他 而是确保乌玛帝国 平安度过六百年的结束 一心挂念着高元昊的安危 蓝皇后哪里顾得上 理会这些人 是从天上飞来的 还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早已痛哭着继续喊叫 皇上 求求你 无论如何先放开楚寒症 让他去救救元昊吧 元昊真的要撑不住了呀 同样 高灵诺根本顾不上理会他 早已挥了挥手 沉声喝道 来人 请皇后娘娘回宫 小心伺候 蓝皇后简直傻了眼 直到两名侍女 上前拖着她就走 她才回过神尖叫起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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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能如此狠心 那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皇上不要 求求你皇上 尖叫声渐渐远去 高灵诺心里也多少有些不好受 却仍然咬紧牙关 一声冷哼 扬声开口 一句话还未说完 大祭司便陡然变了脸色 跟着一把按住了他 皇上快看 就在这一瞬间 一身黑衣的蓝叶云身后 陡然浮现出一团金黄色的光蕴 尽管此时已是艳阳高照 那团光蕴 却比阳光更加璀璨 强烈 令蓝叶云在刹那之间 变成了一尊守护神 凛然不可侵犯 却又令人止不住 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不等所有人惊呼出声 那团金色的光蕴 便陡然化成了一只 振翅欲飞的凤 只见它昂首挺胸 双翼舒展 唯语更是华美地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更奇怪的是 那团光蕴 虽然来自蓝叶云的身后 他却有眼不识金相遇 这该是多大的讽刺 望他这些年来 一直费尽心机地 想要找出凤王后裔 将之彻底消灭 好打破那个 所谓六百年的结束 谁知找来找去 那个人 那个人居然一直在他的眼皮底下晃 早知如此 就该将他和楚寒正一起拿下 勇绝后患的眼皮疙瘩 何必还要使用什么召唤术 要来送死 那就怪不得真了 不错 就是他 大祭司终于开了口 只是脸上仍然有着尚未退去的讶异 原来蓝叶云就是凤王后裔 如此说来 当初皇上赐婚 他之所以肯答应 难道是因为 早已得知楚寒正 就是凤后后裔 就说了那么两句话的功夫 蓝叶云身后 那只金黄色的缝 便陡然冲天而起 刷地飞上了云霄 众人尚处在镇惊之中 还未完全回过神来 早已不自觉地 顺着他飞行的路线 转移了目光 这才发现 他所去的 正是楚寒正所在的石台顶端 而最诡异的是 便在此时众人才发现 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黄 正从楚寒正的身后 振翅而起 眨眼间 这一凤一黄 便缠绕到了一起 仿佛一对 生死不离不弃的夫妻 只是片刻之后 他们便疏得分开 其中一只 嗖地划入了楚寒正体内 而另一只 则飞回到了蓝叶云的身后 疏得消失不见 仿佛已经和他的生命 完全融合 错不了了 他们就是凤王与凤后后裔 高灵诺突然开口 眼中已经浮现出阴狠狡诈的光芒 更有一丝无法形容的得意 只要将这两个人彻底消灭 乌玛帝国便可江山永固 千秋万世 好 很好 大祭司脸上的震惊慢慢隐去 片刻之后 居然浮现出一丝淡淡的苦笑 原来是这样吗 若是如此 只怕那个定数 就更加不可改变了 蓝叶云 你好大的胆子 轰得一拍桌子站起身 高灵诺力声开口 身为凤族余孽 你居然还敢现身 不怕朕将你拿下 错乎扬晖 站定脚步 蓝叶云挑了挑唇 勾出一抹清冷而滑贵的笑 我为你之前没什么好说的 阿征 下来吧 后面几个字 自然是灌注了内力的 即便楚寒征处在高高的石台顶端 也完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可是不等楚寒征做出任何回应 高灵诺便突然仰天狂笑起来 你以为他还吓得来吗 陡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蓝叶云不由心中一领 刷得抬头看向楚寒征 阿征 你 然而楚寒征只是摇头 不但半分不曾动弹 甚至连丝毫声音都不曾发出 怎么会这样 楚寒征身负九星灵力 想要正断锁链 根本一如反掌 就算之前有所顾忌 现在看到自己现身 便应该想到后顾之忧都已解决 为何还是待在原地不动 难道高灵诺竟然对他做了什么 想不到吧 一向精明的你也有失散的时候 高灵诺又是一阵仰天狂笑 眼中已经泛起嗜血的光芒 你既然已经现身 朕留着他也就无用了 来人 杀 一声令下 便见无数只燃烧的长剑 瞬间从四面八方射向了楚寒征 楚寒征脚下的柴堆上烧满了菜油 这一下若是中招 冲天的火焰势必立刻将他吞噬 还有 长剑会直接射中楚寒征 刹那间要了他的命 再将他稍微挥烬 永绝后患 眼中杀鸡一闪 蓝叶云的身形早已化作流星 双臂一阵 飞升而起 向着高抬顶端击掠 与此同时 半空中突然出现了 无数黑衣人 各自挥舞长剑 将射来的长剑 格挡开来 并且尽力扩大了守护范围 以确保箭落的火星 不会碰到柴堆上的菜油 这些人 当然就是蓝叶云 早已安排好的暗影卫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